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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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主席 你应该想什么啊 我们刚到川北的时候也很艰难 但是我们很快地摆脱了被动局面 使我军和苏区根据地 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可是这个蒋介石 就是不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现在川散根据地 就像是一个炸干了汁的柠檬 吃到嘴里都是酸苦啊 是 张主席 我觉得这个地区 已经不适合我军的生费 我们天天地育民争食啊 看到落到在地的那些父老乡亲们 好些同志 心里很难过 你说得不无道理 陆副同志以中央的名义 发了电报 你看了吧 我看了 是中央和一方面军 正在向我们靠拢 电报内容 先不要告诉下边同志 研究后再决定取个问题 我明白 你明白什么 我是这样想的 迎接中央和一方面军的问题 会议和车里苏区的问题 混在一起讨论 不亏是靳委会的秘书长 这些年你进步很快啊 报告 徐总指挥和李三部长来了 快请 长浩 徐总啊 我正准备去找你们呢 坐 长浩啊 张主席送来的报告 你看了吧 我看了 我正想听听你们二位的意见呢 报告里面讲的都是实情 我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长浩 张主席要我们研究这份报告 是什么意思啊 张主席这个人哪 你们还不太了解 他决定了要做的事情 总是要让人先议论一番 这份报告 如果我们有猜错的话 他是在为撤离川山苏区 跟我们打招呼呢 张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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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是我们经营多年的后放基地 眼下 红军虽然强步了驾铃 在川北地声势打增 但毕竟我们是初来乍到 根基未稳的 而且我们还要时刻提防着 蒋介石与川军的合围 使我军陷入绝地求生的困境啊 徐总说的也不够道理 川散根基地 毕竟是我们的大后方 大后方是用来休养生息的 不能养兵的大后方又有什么用啊 徐总啊 你的问题是对建立川北苏区 信心不足啊 我作为四方明明的总指挥 必须把最坏的结果考虑进去啊 你看啊 这个就叫车间草 这个呢 轻薅 你们看啊 这两个是不是长得有点像 但是一定要把它区别开来 分开庄 爹 秀允姐回来 亲爱的 大家好 秀允 啥时候从西安买药回来的 今天中午就到了 听说你带人到山上来采药了 治疗立即的西药买上了吗 买到了一些 不过咱们的病人太多了 不够用两天的 被睡车性啊 被睡车性啊 这山里的草药倒是不缺 可疗效赶不上西药块呀 是啊 这个西药十分紧缺 我听说去成都扮养的同志 已经牺牲了好几个了 敌人知道我们这闹瘟疫 药瓶控制得很紧 来 你打听到你大哥和立岩的消息了吗 没有 爹 不过我这次去西安办药 碰见了江西饭茶叶的张老板 那你看见你二哥和秀霞了 张老板说 他回江西饭茶的第二年春天 家就被红军打了土豪 我二哥和秀霞都跟着红军走了 那他们俩也参见了红军 张老板是这么说的 他还说我二哥救了他一命 替他说了不少好话呢 六年了 终于有他们的消息了 爹 再往前走啊 我们就到岔路口了 我想了一晚上 要和郭涛向前会合 目前我们只有三条路 但是这三条路啊 条条危险 急人哪 老毛 你说的三条路是哪三条路啊 一条路 等罗宾辉卫占领了天权之后 部队从雅安往西 通过琼来河大义 再经过成都大坝 到冠县 再到敏江上游 这条路 难度很大呀 成都 是四团的中心 蒋介石现在 把重庆行营 又搬到了成都 重兵把守 不愿意通过 成都平原 利于敌人的 机械化运动 不利于我们徒步行走 我看这条路 基本上否定了 老毛 你说的第二条路 怎么走啊 走 你 家河 哥 一辈不堪 一副单薄的队伍 要放过雪山 必须把艰苦困难鼓起足啊 要不要派个先遣团 先侦查一番再说 时间紧破 容不得我们再生迟疑 我们的战士 都是特殊材料炼成的 他们能冒着炮火 穿过大渡河的十三条铁链 我相信也能翻过 缺氧高寒的雪山 对啊 回缩的结果 只能是一无战绩 都到这个时候了 我们应该拼他一把了 好 老毛 恩来 听你们的 郭涛那边我已经发了电报 他也差不多知道我们到了 四方面军目前的情况 我们不太了解啊 会试之前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会试以后 我们具体要做些什么工作 要考虑充分 免得 你 有一次 多深刻 就可以拿了 我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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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酒 我拿来 他好了 我拿来 我拿来 你 我拿来 我拿来 你不想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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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委和许中指挥 让他们不要考虑太多 全心全意地做好 迎接党中央 和一方面军的准备工作 好 我马上去办 报告张主席 中副院长找您 让他进来 中副院长 江历组长 好 张主席 中副院长 坐 你不来找我 我也回去找你的 对了 张主席 什么事啊 当然是好事了 来 先喝茶 到底是什么好事 老仲同志 你是甘肃惠宁人吧 对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跟秀仁同志 是在四年前 在河南的光山参加的房间 对 当年沈泽民书记肺病严重 我给她看过几次 我也是在她的引导下 参加的红军 记得当时秀云 还是个小姑娘 可是现在已经成了我们总医院的 大护士长了 是啊是啊 是 我就直说了吧 我想给秀云同志保个大眉 对 张主席要给我女儿保大眉 那南方是谁啊 你认识 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兰峰 刘市长 是件好事 刘市长他愿意吗 只要你没意见 对我想兰峰同志肯定也不会有意见的 当然我相信 秀云同志也不会有意见的 这事秀云怎么没对我说过呢 保重同志啊 你是知道我是最反对拉郎配的 我今天找你来说这事 那肯定是没有错的 好啊 那我就先谢谢张主席 谢谢你不用了 到时候少不了要喝杯喜酒 那是一定的 保重同志 不过还有事 今天就先谈到这儿 张主席 我来找你 也有事情要说 什么事 是关于撤离根基地的事 我是想啊 保重啊 你的意见我都清楚 我还有个会 对 今天就不要谈了 张主席 我只想听你一句 如果我们撤走 老百姓怎么办 当年 我们从厄医院撤走 老百姓遭了多大的罪啊 再说了 反六路围剿 我们是打胜的 保重同志 你的话我能理解 可你毕竟是个医生 并不了解 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工作 凡事得从大处着想嘛 那根据对老百姓的事 算不算大事 好 我都知道 你能够改变过 但你能够改变过 我可不可以 做到某个历子 你可不可以 做到某个历子 要是我们的 要做到某个历子 要做到某个历子 那是有点 最好 对 在某个历子 我能够改变过 但是我能够改变过 我也能够改变过 如果我得到某个历子 我现在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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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主席已经决定撤离川散速区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 要与我们来会合 是啊 电报上是这么说的 难怪张主席 这么快就不声不响地 把家搬了出来 原来他是想让中央领导 看看我们的诚意 能和中央红军会试 真是太好了 以后两支部队可以统一行动了 咱们红军的力量也更强大了 参谋长说得对啊 为了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会试 我还能说什么呢 撤就撤吧 张主席让我们做好 迎接党中央的准备 许总 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啊 既然要迎接中央红军入川 迎接党中央 首先啊就要派部队进入冒红地区 肃清沿途敌人的距离和反动葬兵 为中央红军开路 另外还要做好酬粮工作 保证中央红军入川之后的粮食贡献 就这么办 我马上去给张主席发报 好 如果你属兔 我说你小兔崽子那是骂人的话吗 你个小兔崽 刘市长 你怎么又骂人了 报告胡市长 我不是故意的 是顺口令 他就是故意的 你小兔子 你看 你还骂呢 不是 他 他属兔 刘市长 这是我爹刚做的药丸子 你再继续吃几天吧 有可能我们马上就要撤离川散速区 身体不好利索了可不行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爹 你刚才说撤离 往哪儿撤离啊 当然是要撤到川北去啊 别瞎说 你别忘了 我可是张主席最信任的警卫员 怎么可能呢 听说张主席前天就召开了 事已上干部会议 明确提出要撤离川散根据地 到川北尽力新的速区 那个张主席真是这么说的 嗯 我可以保证 你插嘴 你插嘴也不分个场合 你不懂事啊 那 那我 我先走了 那真是张主席说的 那就是对的 他 慢一点啊 好 爹 你找我呀 你跟我过来 咱们出几时吧 好 爹 你有啥话就说吧 你干吗还这么看着人家啊 你是不是为着我和刘兰峰市长出对象呢 爹 你怎么说这话呀 那你还打算办喜酒的时候才让我知道吗 爹 是刘市长跟你说的 刘市长 是张主席 张主席给你们保大煤 张主席 秀云啊 刘市长这小伙子 人不错 你和他好 我没意见 可我就是觉得张主席这人 他不是要给我们保煤吗 我说的不是这事 爹 那你到底要跟我说啥呀 我去跟他说撤离根据地的事情 他不但不给我面子 还冲我发火就差让我滚蛋了 爹 撤不撤离根据地 那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这个我知道 我只是觉得张主席这人 挺让人费琢磨的 平时和爱可亲 真要发起火来 挺吓人的 爹 其实张主席 一直对你挺尊重的 咱们干好医院的工作 就是干好革命 其他的事 不是咱们能操心的 我就是担心啊 这样下去 将来的日子不好过呀 爹 咱们马上就要跟 中央红军会师了 说不定啊 还没看见有二哥和秀霞呢 可我听张主席说 中央红军在乡齐 死了好几关哪 爹 你老往坏地儿想 你就不能往好地儿想啊 爹岁数大了 只要你们好好的 我就心满意足了 上回 苏儿 主席 江委员长登报 我知道了 放下 出去吧 主席 是夹几天 您要不要现在公布一下 老蒋无非是怪罪我 川军防守不严 看与不看 有什么区别 主席 他们一下午打了三通电话 说请您无比回复一下 看来这老蒋 还是惦记着我这一抹三分地儿啊 主席 主席 这有句话不值当价不当价 自己人有啥子话尽管说 是 主席 为园长之心路人见证 还望主席慎重衡量 万不可引蓝入室 老蒋手握财政 军政 两大权 实力非常雄厚 中国界内无人与之彼敌 既然他已经打定主意 要到此地 我留香 有什么办法呢 与老蒋相较 福祸相依 恨就恨在这空间 来得属地不走啊 敢又不得 这脚又脚不得 我真是骑虎难下啊 主席 是 实际上我们该怎么办 蒋不动 我不动 蒋要动 我伺机而动 传亮下去 该用点心 围剿空间中央吧 是 驾 一群废物 党国上下 竟无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是 怎么会办呢 离家 necess变录 警察那些水平 医院就好了 我觉得学生也不快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去 smarter than somebody 宗正现在是让他们搞得焦头烂额了 您要是这么一说 永泰就再也没胆子 敢往前多迈一步了 本来今天是特意叨扰委员长来了 杨先生 哪里花 快庆祝 庆祝 杨先生 洪金 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这个在日中正行中真正牵挂之事 根据朱毛徐章的行动路线来看 两不四有会合的征兆 朱毛现在在何处啊 已到夹金山下 是不为做出这样荒唐的决定的 委员长 朱毛同军一向不按常理出派 我们万万不可疏忽大力 以防万一 没有什么万一好防的 就算他们真的要翻越雪山 那也是必死无疑 中央为什么选择要走 加金山这条绝路呢 王秘书长 你说说 中央此举是何用意啊 战主席 中央红军虽说是为了避开 敌人重兵机械的成都平原 而选择返远人际罕至的加金山 但是 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疲惫之时髦 还是不要与 将军和川军 应捧应为好 你说得不无道理 但是 据我们掌握的资料 一方面军在湘江惨败之后 仍能连续不断地突破敌人重兵的围追阻截 在退阶中 胜利摆脱敌人的嘴角 不能不说 仍有很强的战斗力啊 张主席的意思是 中央红军 仍有坚强的革命意志 和勇敢地战斗精神 这是我们中国共同红军 必须具有的精神 否则 咱们也不会坚持下来 好了 你赶快给陈政伟和徐总指挥发报 我们要用十二分之热情 欢迎中央红军 是 对了 苏玉彤的病好了没有 这小子 昨天就回来了 这个苏玉彤 回来也不马上到我这儿来 张主席 要不我派人去叫他 不用了 你赶快给昌昊他们 和中央发报吧 是 你们藏民口中的神山 果然是名不虚传 刚到山脚底下 这首掌就开始发僵啊 是啊 老毛 张国陶刚发来电报 他已命令四方面军 派部队赶到冒空地区 准备迎接我们呢 郭涛同志想得周到啊 我看 我们也应该放开步子 跑起来 不能让人家久等啊 老毛 嘉金山可是对我们红军 又一大考验哪 是啊 只要我们翻过了嘉金山 今后革命的道路 就平坦了嘛 恩来说得对啊 那就让我们插上翅膀 飞过这座大雪山 报告 进来 张主席 您的晚饭给您送过来了 哦 小苏啊 你跟我的时间不短了吧 报告张主席 四年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当初 你还是个十五岁的小娃娃 可转眼 已经成了大小伙子了 九一八事变 小鬼子占领了东三省 从那时候起 我就没嫁了 要不是流浪到鳄宇晚 见到了张主席参加了红军 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要饭呢 小苏 当年你再喝口救我一遍 也算是我的恩人 抛开别的不说 就这番情 谁也比不了 是吗 张主席 说到情义 您待我 就情同父子 我苏与彤 这辈子也忘不了 我们都是共产党人 是红军 革命的利益已天大 现在 我要交给你一个任务 请张主席放心 就算是牺牲了我这条性命 我也保证完成任务 你小子 命都没了 还怎么完成任务 好 你带着这封信 立刻赶往冒宫 把它交到三十军政委 李新年手里 让你 保证 好了 小子 出来 明天 儿子 提案 你会把这事 宿戏还没人 报告最优伟 苏一同前来报到 小崔同志 辛苦了 欢迎 欢迎 不辛苦 李正伟 这是张主席的信 并让我亲手交给你 张主席还真是细心哪 这么个小事 罚个电报就行了 还怕你特意跑一趟 李正伟 张主席的意思是 让你派我到最前面的部队 去迎接一方面军的同志 这样 好 那就派你去寒冬善的二十七十 他们时就在夹金山下 保证你能第一时间 见到一方面军的老大哥们 谢谢李正伟 同志们 把你们吃饭的家伙手 都准备好了 一会儿毛主席请咱们喝沁公酒 银长 您说错了吧 这明明是重要醒酒嘛 我说的是提前预祝胜利的 沁公酒 您不想胜利啊 行 那就闭嘴 是 周银长 小庄 报告主席 中阳请美营 齐克关闭 请准事 好啊 同志们 马上要出发了 我给大家带来了神仙汤啊 每人都有份 谁都不许不合啊 来吧 来来来 过来 过来 都有啊 都有 都有 回来给个个战士 谢谢啊 别着急啊 谢谢 同志们 你们看到了吗 你们对面这座山 就是著名的贾金山 当地啊 有个民谣啊 是这么说的 贾金山 贾金山 离天 三尺三哪 鸟儿飞不过 人更不可攀纳 要想飞越夹基山 只有神仙 降人间 同志们 今天啊 我们宫东红军到这儿来了 偏不惜这个邪 因为啊 我们的战士 就是天上下凡的神仙 你们身上流淌的 都是革命的热血 同志们 你们手上端的这碗辣椒汤啊 要让你们每一个人的热血啊 燃烧起来 沸腾起来 大踏步的 怕过贾金山 与四方面军啊 胜利回尸啊 飞越贾金山 飞越贾金山 与红四方面军胜利回尸 与红四方面军胜利回尸 飞越贾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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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红四方面军胜利回尸 与红四方面军胜利回尸 上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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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出发 恩来啊 你们跟洛普啊 先走一步 我呀要回去 看看子贞啊 对 好啊 子贞同志身体很热 去看看他吧 另外 替克卿 刘英和小超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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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好 再见 行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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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在这儿等我一下啊 好 贺大姐 秀霞 我给你准备的毛坎和围巾 上雪山冷 别把你冻着了 谢谢贺大姐 贺大姐 我把担架叫来了 我们赶快出发吧 你说说你这孩子 谁让你去叫担架的 我已经决定了 留在这儿 那可不行 怎么能让你自己一个人留下来呢 毛主席也不会同意的 我现在这个样子 走几步都得人扶着掺着 走几步都得人扶着掺着 真是上了雪山 怕给大家添麻烦 贺大姐 你就放心吧 我就是背 也把你背过雪山 傻丫头 傻丫头 你能有多大力气啊 你要真这么说啊 我就更不能去拖累你了 不行 中央纵队已经出发了 毛主席也走了 贺大姐 行了 你就不要管我了 我身上受的那些伤啊 最近疼得 我连觉都睡不好 我要是真去了 那就是给组织和主席添麻烦 你赶紧跟着修养莲的同志走吧 晚了 恐怕就来不及了 快去吧 傅乃姐 快去 孙芸汁 毛主席 您还没走啊 我要是走了 谁管我的堂科呀 子珍 你不能这么固执啊 你要是再这么固执下去 我们革命队伍 就要做赔本买卖了 孙芸汁啊 赔什么本 说来听听 你看 你这样一来啊 我们不仅少了一个 能文能武的小女将啊 还少了你这样一个 顶天立地的女英雄 你说 赔不赔本啊 瞧你说的 我算是什么女英雄啊 算的 算的 贺大姐的双枪威震紧杆衫 那绝对是大英雄 你看 来 子珍 把这个喝掉 这是什么呀 神仙汤啊 你喝了它 就可以长出一对翅膀 一鼓作气啊 飞过雪山 说得那么深 我看看到底是什么 这不就是辣椒汤嘛 这不就是辣椒汤嘛 喝吧 喝了它 你就能长力气了 小忠啊 秀养莲熬了一大锅啊 你也去喝一碗 你贺大姐就交给我吧 就凭我这么大哥的身板 我背 也要把它背过雪山 好 毛主席 我还有一个请求 你有什么请求啊 我们不是马上就要和 红四方便军会师了吗 我想成为最先会师的人 你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啊 毛主席 那您是同意了 先前队的任务啊 很艰巨 你一个女娃娃行不行啊 主席 您刚才不还说 我是一个能闻能舞的 小女教吗 任志 秀霞 是很长时间都没有 见到他哥哥了 我想和我二哥他们 一起迎接会师 好啊 那你就去吧 你的哥哥 应该走得不远 还能赶得上 是 那我走了 秀霞 任志啊 我怕雪山上冷 给他找了个毛坎 对 对 来 秀霞 来 去吧 去吧 谢谢主席 喝茶姐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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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小心啊 小心点 秀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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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我咋不能来啊 来 走 班长 这还要问吗 人家秀霞同志 这肯定不是来看俺的嘛 对吧 小燕 我就是来看刘院长的 你不乐意啊 俺哪敢不乐意啊 秀霞 二哥 连长 你来干吗来了